汉唐千余年间 居于长安至罗马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 不同风格的饮食习俗和美食在这里汇聚 形成融合四方兼收中西的饮食体系 这些富含西域风情的饮食落脚敦煌 形成融合包容的敦煌菜 当一系列饱含浓厚敦煌元素的传说壁画被搬上现代餐桌 那么关于它如何紧密联系东西方饮食文化 其中又发挥哪些作用 多年从事敦煌菜资料收集和归纳的国家特异级烹调师赵长安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敦煌菜应该说和敦煌它是同时形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衣食住行 如果没有这个食物 那也没有敦煌 也没有丝绸之路 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的时候 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 可能它食物的这个选择的或者制作的方法不一样 就是因为中原的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它带来了中原一些饮食的特征 那么西域来的这些客厂 他们肉食的吃法和我们做肉的方法 这些都不同 一些吃法和中原的这些吃法在这教会 所以冬煌的美食应该具有中西这样融合的这个特征 赵长安认为 敦煌是西域三道教会的咽喉枢纽 西域各民族往来期间将他们的饮食口味 烹调手法带到敦煌 南方的米饭茶明 北方的素米饭散泽 西域的糊饼烤饼 都反映着敦煌饮食东西兼容 四方符奏的特点 冬煌菜是融合的菜 是多民族交融的菜 是一个没有国界的菜 你比如说我们做的朝五国法养类 实际上它是素特人的一个饮食方式 所以这些特征也给我们冬煌菜的研究 提供了一个总体上的思路 现在冬煌出土的记录主食的品种 大概一百多种 就是有名字的 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我们来推理 当时的饮食应该是很发达的 自1985年 赵长安第一次走进敦煌之后 他花费数十年时间 将敦煌壁画中的古代加油 复活到现代餐桌 他发现在敦煌石窟壁画和文献中 有诸多反映历史上当地饮食文化的记载 集合甘肃河西走廊地区 现存的土家菜做法 这些都成为了敦煌菜理论研究的依据 第一是敦煌壁画 因为敦煌壁画这个里头 这个也有大概60多幅 是比较具体的 那么这些壁画它记录的 有的很生动的 像它的这些艳影图 你看一个颜色也很好 记录当时的人们饮食的这个场面 那么还有一块呢 就是东黄的遗书 像这个本草史料 它主要写的这些食材的功效 它的性质 第三个呢 就是东黄和周边地区 它保留了从历史上 逐渐形成的一些 饮食文化的特色 这些习俗都不是我们中原民族的 或者是汉民族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它饮食习俗也给我们提供了好多 我们研究的一些东西 敦煌菜自成体系以来 在国际上的名声建设 但敦煌菜的未来发展 同样面对着机遇与挑战 赵长安谈言 怎样利用互联网 扩大敦煌菜的知名度 以及创作更多精品菜 也将是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之一 我们研究这些菜 很受欢迎 但是 那按照整体的市场的需求 和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题来说 我们做的还原谅不够 没有把互联网的这个优势 和我们的这个东西架接起来 就是我们还要创作 更多的一些精品 或者是能接地气地受老百姓欢迎 受这个广大时刻欢迎的一些菜 我们通过互联网有效地宣传 让更多的人接受 那敦煌菜的这些理念 这些口味 据赵长安介绍 敦煌菜还讲究中餐西吃 按胃之作 让更多外国朋友 用他们习惯的方式 感受敦煌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